二次的總統您是否也會義無反顧的承擔 亞葉利為國家為人民 盡最大的貢獻跟奉獻 這本來就是每一個人該做的事情 要不要為國民黨承擔大局 侯市長話中已有義不容辭的味道 如今只差怎麼從市長身分脫身 話才剛說完不到六小時 當主席朱立倫幫忙開綠燈 總統提名機制 採取真招 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 不斷的去超越 也不斷的去挑戰 不知道是不是早料到朱立倫表態 上午主持市政會議 侯友宜就像在喊話 幕僚私下更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畢竟朱立倫一天不出手徵招 侯友宜只能被動看著民調溜滑梯 最新TPBS民調顯示 侯友宜的市政滿意度 第一任期就任兩年半 滿意度79% 但就任第二任期的三個月 滿意度只剩下61% 足足下滑18個百分點 之前大家對他很有期待 可是因為沒有看到比較大的動作的回應 所以就想說那我先不支持你 我要給你的教訓 然後就轉上不支持 他必須要讓新北市市民覺得 侯友宜在市政方面還是領頭羊 還是大家非常滿意的 第二就是讓大家原諒他 轉換跑道 第三就是他要展現總統的格局 打了憂心朱立倫太晚先鍋蓋 侯友宜這鍋飯已經悶壞 更何況朱立倫口中幫主要候選人排除障礙 老總表態願意回國民黨的洪海創辦人 郭台銘還沒有完全出局 郭台銘等一套說法 終於等到征召辦法 但究竟是會就此撕破臉一刀兩斷 還是團結一心下架民進黨 看似拍板的國民黨2024仍充滿變數 進行回家謝忻瑞才能報導 立刻下載進行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